又到聖誕又到聖誕了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Top Show 就想說一下酒店自助餐 在我身邊就有兩位前酒店的員工 如果吃自助餐裡面 你覺得什麼才會回本 什麼可以碰都不用碰 刺身生蠔 正常大家都想海鮮刺身 一定首選 熱食那裡不是蒸魚 有些好一點的地方會出燉湯 當然不是叫你喝番茄的記念湯 其實很簡單說一句 一分錢一分貨 你自己幻想一下 你吃一個自助餐是多少錢 可能五六百元 一定吃那麼多東西 烤蟹腳都有冰鮮解凍 也有便宜貴 正常很多酒店都用冰鮮 冰鮮的要解凍 有時廚房可能放進水裡溶雪 或者放在這裡攤半天 始終都有雪味 所以你自助餐 你會看到那些龍蝦是 芝士用芥末炒了 然後釀放進殼 分明糖米多焗出來 就像染眼法一樣 令到你會吃 而且很飽 你去三四個星期會常常見到 其實吃了蠔 蠔是冷不冷的已經知道了 它是前一晚開訂的 前一晚開訂就很不新鮮 是啊 本來保鮮紙包著薄櫃 我見過 即是開了 蓋在那裡 所以你會有時留意到新鮮 說集體中毒 食物中毒那些 就是這樣來的 說回那些無糧的地方 不要說哪一間 我見過我做樓面 他們是把東西 做好多度 放在一個架 一層層 足夠今天份量 之後不會再處理 即是在後欄 沒有雪櫃的地方 只會出水的 因為融融 它有些冰的 那些師傅會用手上蠔 其實蠔已經變得濕溫 很熱 即是變得滋生很多細菌 可能過一下冷河 因為有些鹽水的冰 好像有些海水味 海水味 但是這樣 海水味未必是真的海水 也是鹽巴 所以很簡單的說句 吃就吃好一點 對得住自己 五星酒店 是不是就會好一點呢 這個情況不會出現 剛才所說的 現在新世代 有一種叫ISO2M 會將針板分別得很細緻 切東西的刀 一定要在消毒櫃裏 有一個盒子 可否分享一下 三四星酒店 又是否沒有那麼嚴謹 不用管理系統 有些方便快捷 很少分開生熟針板 即是它可能抹一抹 切完抹 在沖水 再沖水就是 很多淡得健為乾淨 你去大巴掌吃東西 也是粉粲 那些食物必會放 哪些食物可能會留在雪櫃 煙山聞魚 煙蜊全都沒有了 存放溫室不久的 都會繼續用 即是可能早餐 下午的舖 山的那些多數都很少 過底日就不會了 甜品比較堵硬 因為有奶奶奶奶奶 我們做試驗都看到 倒得很離譜 幾桶垃圾桶 高身那種 倒到你覺得很可惜 幾年前或以前一輪 經常說內地客來到 很誇張的情況是真的 是真的 我也見過 沒吃過的東西就會 一開始就這樣吃 我們以前招呼的 可能有些是 鄉下來旅行的 師傅上了整塊羊架 應該一支支慢慢切進去 他整盤拿著桌子自己 分享了 覺得我不用不停地出去 我當作一張自行桌子 喜歡怎樣吃 或者吃龍蝦 龍蝦吃完一陣味 就拿出來吃 這麼可愛 全部都咬了一口 咬了一口就放在這裡 放在桌子上 整個桌子都咬了一口 以前在新界三星酒店見過 洗手間 他不懂得廣東話、英文 他會做一個動作給你 視乎我上洗手間 是視乎我上洗手間 Local 不就回本 香港人就不停地吃 什麼都吃 同意吃光水 但剛才說香港人不停地吃 我看到廣東話很大反應 你是不是有東西可以分享 我見過有些香港人 先吃甜品 他們覺得這樣的次序 會沒那麼飽 那些人真的會吃到吐 我見過的 吐著走進廁所的小朋友 我們就經常清潔 而且他不懂得分時間 把東西亂次序折進口 吃糖 都是甜品來煮的 吃雪糕 很快就飽 老人家和小孩都不會管食物 煮 飲餐汁都是這樣 你們自己會不會吃自助餐 很少 這十年吃過四次 我會吃 類似合和頂樓那間 接著 在紅盒 有一間香港旅遊業讀書的 學校附近 那間酒店 我有些朋友都是做經理的 他們試過12月做一千萬山 每個櫃檯 就會找專業的師傅 可能煮辣沙 找過新加坡師傅 不介意拿好的貨 你推薦的這一間 你覺得價錢收到 七百元八百元 都可以的 因為一隻蠔在你面前 它有人開號 還有刺身 是有師傅在你面前 很新鮮的切給你吃 這個說到最初開張的那段 之後這些不要說了 一個12月可以 一千萬生意 那12月不就… 沒有了 我記得是2011年 他們當時出了四個月的優惠 你說多厲害 說起都有點心酸 這個疫情 其實也有很多廚師 例如我 都開始轉行 其實我很喜歡煮東西吃 很麻煩的 始終你也要開飯 我想 以後都沒有了 可能沒有了這件事 為甚麼 這麼恐怖 你覺得因為疫情之後 大家的食法已經不同了 是改了的 已經在裡面做出來 起到你桌子上 有點像放題的模式 你這麼多人一起買 就不會一起 爆發更加多人 所以變成 盡量都不會出家吃